尤其在外面风雨交加,各位来了,可是总是大家有风雨同就是啥。 这些庆典,可以说我们国内外的通报了,大家都是很欢迎鼓舞来庆祝的一个, 海外的侨胞不单在海外潮池里举行许多庆祝,还有许多位侨胞三层回过来参加的庆祝。 而最近起源来有许多国家种地区情况变更,回来真是不容易, 还有许多位侨胞在海外有很重大的事业, 他把这个事业临时搁一搁起来,出一个时间来, 这许多这个日程呢,实在是我们很感动。 所以加上,从五位院长,从我们这个政府许多位同仁呢, 所以说一方面呢,对于各位来表示欢迎, 一方面呢,也要透过各位,要向我们全世界的侨胞, 是最大的敬意。 那最近一年来,世界是许多的跌天, 对于我们在这个跌天之中,如何来努力奋斗, 我们海内海外的人,如何来排除一些困难, 向福国建国的道路走。 那么在这方面呢,无论是对于北京的分析, 无论是对于国际这个情况的分析, 无论是对于我们国内,如果在各方面努力建设, 我们行政院长院长,在上个月,在立法院, 在会议开始的时候,有详细的报告。 我们简然可以看得出来,在这个时候, 一方面呢,看起来各种的情形对我们合不利。 但是另外一方面看呢,可以说福国建国了, 现在一处,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。 好不好呢,都是一心一德,都是团结奋斗,都是自力自查, 这个我想是公司的口罩阴谋, 应当我们可以把它来打掉。 现在就是有许多没有邦交的国家, 我们的僑胞了,还是在国庆的时候, 出现了我们的清清白的事,还是照常执行我们的国庆。 所以我们相信了,我们经验全所国庆了, 对于我们这个胜利,对于我们这个赏功所过的完成了, 更近的一步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